是屬於國安問題 我的層級管不到 昨天我針對佩琪陳醫師的部分 主要是因為 她是聯合醫院的醫師 而不是因為 她是柯文哲的太太 柯太太 所以這個地方 必須要跟大家說明的 至於說要不要打疫苗 當然以現階段來講 大家都是希望 台北市的醫護士人員 可以盡速的施打 讓所有這些醫護人員的 本身的一個安全性 可以更提高 昨天也謝謝陳佩琪 以及所有的網友的指教 放心 我會去打 因為我每天接觸的人那麼多 我會去打 也希望我去安排打的同時 我也希望佩琪醫師 要不要共襄盛舉一下 因為柯文哲 柯市長 每天也遇到那麼多人 其實也為了你的病人好 為了柯醫師好 是不是有機會 你也可以共襄盛舉 我們一起去施打 洪議員他是民進黨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不去管你們所有帶頭的人 那你來管我要幹嘛 甚至我就講成蔡總統算客氣 因為蔡總統他本來就應該要施打 是因為他是國家元首 然後其他國家的領袖 也都有去打疫苗 但是如果今天蔡總統他有家人 比如說他如果有先生 太太 然後他的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 立法委員 跑去問說為什麼你家人沒有去施打 這樣大家覺得合理嗎 我也覺得是不太合理的 對 所以我覺得陳佩琪醫師他 今天他甚至不是我們現在的 任何的政府官員跟首長 他只是一位醫師而已 那如果就要挑出來特別問他 為什麼要不要打疫苗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所有議員的配偶啊 另外一半有沒有打疫苗這件事情 也要列個表出來讓大家看看